佩博好棒哦 练习走路了 无论是练习走路 佩博自己会起来吗 哇 好棒哦 或是附健训练起身 躺在病床上头发已经长出来 以示清楚眼神不再欢散 还能看着家人做出反应 不用骂事故中脑部受重伤的 七岁男头谢佩博 昏迷长达四个月终于渐渐苏醒 喝年年了哦 你要加油哦 好不好 赶快好起来 去上课哦 去年11月当时谢佩博头上包满纱布 还插着鼻尾管虽然能够睁开双眼 但对外界刺激始终没有反应 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她 直到20号情况终于好转 不但亲友对她说话 能有简单回应也会微笑 让妈妈好开心 也期待儿子能再救自己一生吗 勇敢勇敢 加油加油 家族台东的谢佩博 去年10月21号和家人 北上参加完亲友婚礼 汇车时却在宜兰西马车站遭遇列车翻覆 当时谢佩博昏迷指数只有3 住进家户病房 结果两次颅骨充剑手术 才保住性命 你要赶快好起来哦 我们一起去踢球好不好 家属声声呼喊 谢佩博一个细微的眨眼 动动手指头回应 都能让他们好激动 煎熬了4个月 男同的家属总算能放下心中大石头 但要回到以前活蹦乱跳的状态 还有一段漫长的附件之路 家人亲友极其鼓励 希望7岁的谢佩博能够早日康复 接下来是一路黄军台中报道